你敢信吗? 人类曾经最疯狂的探索计划 竟是骑着核弹上太空来实现火星往返自由 甚至太阳系随便逛 这不是科幻片 是人类航天史上最大胆最浪漫也最遗憾的如果 如果我们在70年前选择骑在核弹上去太空 今天的世界会怎样? 接下来咱们将一起探索史上最疯狂的太空计划 事情要从1946年讲起 曼哈顿计划刚刚结束 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在人类心头 但参与其中的一批顶尖科学家 像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弗雷曼·戴森 他们却在思考一个完全相反的问题 这股极强的力量能不能成为我们开启星辰大门的钥匙 他们面对的核心难题是一个让所有火箭工程师 都夜不能寐的魔鬼公式 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 这个公式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飞得越快 带得越多 你需要的燃料就几乎是成指数级增长 结果就是我们造的化学火箭90%都是燃料的重量 像一艘用冰山做的船 真正值钱的船体部分用一次就扔进海里 成本高到天上去了 那怎么办? 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核能 但注意他们想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核反应堆 慢慢烧开水那种核热推进 那就像是让你用吸管去喝光一个游泳池 效率太慢 他们盯上的是核弹 那种能在瞬间释放出相当于数万吨常规炸药的能量 想象一下 把如此巨大的能量压缩在一个西瓜大小的装置里 这能量密度是化学燃料的上千万倍 如果能把这一次次的爆炸变成一连串的推进力 那不就是给飞船装上了最强的发动机吗? 于是一个疯狂的梦想诞生了 我们不要燃烧 我们要爆炸 不是用燃料推着自己走 而是用核能量脉冲推出太阳系 梦想很丰满 但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极其惊悚 什么玩意儿能在核爆炸的正中心活下来? 这个答案来自于一次看似无关的核试验 1953年 美国内华达核试验中研究人员 为测试里转化为氢弹原料穿的效率 在两万吨当量的核爆中放入了几个小钢球 爆炸过后 人们惊奇地发现 那些涂了石墨的钢球 不仅没气化 反而被爆炸产生的高温等离子体 像炮弹一样加速喷射了出去 石墨因为气化热极高 成了完美的热盾 这个偶然的发现 立刻点醒了猎户座计划的工程师 我们不需要抵抗爆炸 我们可以利用爆炸 基于此 他们设计出了一套 堪称工程学上暴力美学的系统 你可能会问核爆炸的冲击力 能把飞船震碎吧 工程师的解决方案 堪称工程学里的暴力缓冲数 一 脉冲推进器 他们管小小的核弹叫脉冲单元 当它在飞船后方引爆时 脉中单元上自带的一块 污质推进器板会被瞬间气化 形成一股速度高达 36000米每秒的超高速 等离子体射流 去猛烈撞击飞船尾部 那块巨大的钢质推板 这是化学火箭喷气速度的 整整十倍 二 超级减震系统 这股力量足以粉碎任何结构 于是工程师在后面设计了一个直径26米的钢盘 涂上油脂来防止粘连 钢盘后面连着巨大的气带 作用就像汽车的安全气囊 能把几千个G的瞬间冲击 先缓冲到几百个G 最后再有一个27米长的机械悬挂臂像打太极一样 把剩下的力道化解成飞船能舒适承受的1.25个G的平稳加速 据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1962年猎户座计划基础版设计方案 他们设计的4000吨级猎户座飞船 能一次将约1100吨货物送上近地轨道 作为对比 SpaceX的星舰目标运力是100吨 而猎户座甚至能带着300吨的货物完成火星往返 而且全程不需要在火星上加油 这简直就是一艘现成的星际母舰 这个计划在1958年终于从图纸走向了试验场 而推动它的是头顶上空的压力 1957年 苏联抢先把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送上了天 太空竞赛开始了 美国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 猎户座计划正式启动 理论必须用实验来验证 他们先造了一个模型名叫热棒 用常规高能炸药来代替核弹 这个模型被炸了六次 每一次爆炸都把它推向更高的天空 最后成功达到了100米的高度 大家看这就是历史影像 虽然用的是常规炸药 但它完美验证了脉冲推进的核心原理是可行的 每一次轰的巨响都是一次推进 你可以想象 如果把炸药换成核弹 把模型换成真废船 那将是何等景象 与此同时 桌上的设计也变得越来越具体 除了那个4000吨的基础版 还有更大胆的星际版设计 足以承载人类进行长达数年的外太阳系探索 木星的卫星 土星的光环 仿佛都触手可及 那是一个属于工程师的浪漫时代 他们真的相谢 用智慧和勇气可以征服宇宙间最狂暴的力量 然而再辉煌的技术奇迹 也往往敌不过现实的复杂性 猎户座计划的衰落始于1959年 新成立的NASA接管了它 但不到一年就决定停止资助 为什么 因为NASA的当务之急是阿波罗登月 他们需要的是更快速更成熟的技术 猎户座计划涉及的核爆炸技术保密性太高 政治上也太过敏感 就像一个烫手山芋 项目后来被转交给了相关部门 又勉强支撑了五年 但与此同时 公众的意识在觉醒 50年代末60年代初 大气层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落回地球 引发了全球对核污染的深切担忧 禁止核试验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终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给了猎户座计划致命一击 条约明确规定 禁止在大气层 水下和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 猎户座计划的燃料就是核弹 它的每一次测试和飞行 都直接违反这项国际条约 工程师们曾提出一个妥协方案 先用大型化学火箭 把飞船推到76公里高的临近空间 再启动核脉冲引擎 但即便如此 高空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 足以瘫痪轨道上的所有卫星 在美苏冷战正憨的背景下 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在1965年 这个汇集了当时最聪明头脑的疯狂计划 正式被画上了句号 它不是败给了科学 而是败给了政治恐惧和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 猎户座计划被埋葬了 但何迈冲推进这个思想 却像一颗休眠的种子 一直在等待春天的到来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这个沉睡的技术 真的没有复活的可能吗 近年来 新技术正在给这个疯狂梦想注入新的生命力 比如微裂变 它不使用完整的核弹 而是用激光或磁压缩引爆 小于100克的核燃料颗粒单 次释放能量仅相当于0.01吨TNT 目前该技术处于实验室阶段 可控性已初步验证 但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尚未完全成熟 暂未达到工程化应用标准 还有磁喷嘴技术 它用强大的磁场来捕获和引导核爆产生的等离子体 不仅能更高效地产生推力 甚至能从等离子体中回收部分能量为下一次脉冲充电 其实早在2003年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就已经在他们的Z机上测试过一个叫Mini Migraine的概念 它就是核脉冲推进思想的现代化身 只不过还处在实验室技术验证阶段 没真正落地应用 但你知道它有多猛吗 排气速度照样能飙到化学火箭的40倍 基于桑迪亚国家实验室2003年概念验证数据推测 理论上可将火星航行时间压缩至一个月以内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没造它 核心问题从技术变成了动力 启动这样一个宏大的项目 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和一个明确的非它不可的使命 目前无论是NASA还是商业公司 还没有这样一个必须由核脉冲推进才能完成的高强度高速度任务 但是请想象一下 当人类决定真正走向深空去开发小行星资源 或者在木卫二的冰洋中寻找生命时 我们对速度和质量的需求会指数极上升 当那一天 这个沉睡在固执堆里的巨人 或许就会被我们重新唤醒 所以猎户座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注脚 它更是一个关于人类选择的路标 它告诉我们 技术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 而最激动人性的那条往往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你们觉得在未来某一天人类能飞出太阳系吗 喜欢影片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热推哦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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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